这里的休闲渔船可以捕鱼体验丰收 哇 这么大不清晰 也可以船上一路欢歌 品美食 这么新鲜的桌子鞋只有这种场合才能吃到 勤劳渔扫发展电商 新鲜渔货卖全国 看它的肚脂 肚脂越黑越肥 海上蓬莱 浙江代山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大家好 我是何玉清 我现在是在浙江省舟山市的代山县 我现在是在一艘休闲渔船上 今天我们就要跟随这艘船出海去捕鱼体验 不知道今天的收获会怎么样呢 代山岛位于舟山本岛以北 这里素有海上蓬莱之称 四周岛屿环抱分南北两个休闲渔业区域 今天记者乘坐的这艘休闲渔船 就是当地特色旅游项目 随船体验出海打鱼 是很多人来到代山县必须体验的项目 封了你今天海水稍微有一点比稍意是还要大 鱼货不知道 鱼货不知道 完全 不知道 完全要看这个运气了是不是 鱼货哪一位谁都知道那个鱼货多事 希望今天能有个好收获吧 是吧 可以 这艘休闲渔船的老板叫刘丹雷 是代山本地人 据他介绍 出海去的这一个半小时航程 客人在船上活动是非常丰富的 因为很多人是第一次坐这种渔船 所以探秘整艘船就成了一个游玩项目 这个是我们的大的一个会客厅 就是主要我们刚进来的时候 我们游客很可以在这边休息 你看这是咱们的游客是吧 对对这是游客 你好你好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餐桌 餐桌 这个餐桌它是可以移动的 现在我们要吃饭了 所以我们把它打开 如果不吃饭的时候就放到那边 放宝东西 我记得现在你们这个整个的客厅 大概能坐多少人 这个客厅大概能坐 真的要坐的话20个人没问题 20个人没有 你在实际上呢 实际上我们规定是12个人 船规定是12个人 对就只能坐12个人 就是我们相当于出海 这个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大家可以在这玩是吧 对对对 还有还有还有 还有是吧 前面呢 比如说一些商务的客人来了 可以去上面前面 前面去坐一下 洗手间 这个是洗手间 别看了 对 这个是厨房 厨房 我们师傅现在都包子做菜了 吃的出来了 对这个是厨房 看咱们厨房干干净净净的 对对对 然后上面是一个贵宾室 贵宾室 来 看个贵宾室 我把名打开 这一般是一些商务的客人 比较喜欢坐前面 哦 你看 这比较安静 贵宾室环境更好 对比较安静 然后坐下来喝喝茶 这完全听不到 外面那个机器的声音了 就咱们聊聊天 而且这边就是船 这边就是船头了 对船头 给大家看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 哇 这边风光就更好了 哦 这边就是船头了 这就是船头 哦 咱们上面还有娱乐室 还有娱乐室 对对对 还有娱乐室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两个小时 开船的时间 我们有的玩是吧 它是蛮丰富的 蛮丰富的 带我们去看看 有的玩什么 刘丹雷介绍说 这艘船都是他自己设计打造的 这其中最值得探秘的就在二楼 那这里都能发现什么呢 对对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船长室 舰尸台 舰尸台 就是可以来 船长好 很多人都没见过海嘛 然后没见过这个罗盘 然后可能自己来玩的时候 可以让他稍微在我们的船长 体验一下 船长的这个帮助下来体验一下 是吗 当一下小船长 我 我就 你试一下 我算 我算了吧 我能接吗 我能接吗 没事没事 可以可以是吗 因为我们船长站没关系 你肚子都抖到玫瑰鞋 我只能摆着摆个照片拍个照片 船长一直就不要随便动啊 船长跑了 现在的机械化程度很高 基本上都是自动为多 然后人只是来辅助 就是其实船长 你坐在这儿 基本也不动这个是不是 对他基本也不动 不用动 不用动 那么如果船 我以这个方向开 它不会画的 你不用自动 按着航线走就行了 对按着航线走 只要旁边没有船 就是基本上有什么问题 只可以打卡拍照的地方 对对对 来你来你来 船行的这段时间 刘丹雷负责让游客玩好 保持一个愉悦的心情 等待着重头戏上场 一个半小时以后 游船到了最佳的下网地点 这时候船员们就忙碌起来了 休闲游船一般都是采用拖网的方式 他们要用脚盘将鱼网下到海中 拖行一段时间再骑网收鱼 大家像刚才咱们下去这个网 这个网就有多少米啊 250米 250米 像一般我们拖网的话 需要拖拖久 40分钟 40分钟 我们想等40分钟 然后再起网 再浪网 看今天这个天好像风浪挺大的 有点占不稳是吧 差不多 像这个天气的话 咱们这个收获应该怎么样 肯定有 肯定有 有多少 都算我们俩肯定不来 有的肯定有的 有是肯定有的 好 咱们就等着 待会一会拖网了 好 船长介绍说 根据海流的不同 每次的渔货也不同 有时候海平面上风平浪静 但海下暗流涌动 也会影响收获 像今天这种风大浪急的天气 不知道收获会怎么样呢 这40分钟等待的时间 真是让人非常期待 现在已经开始起网了 我们要把这250米的网给拉上来 全用这个脚盘给它拉上来 这要拉多久啊 10分钟 这要拉到最后 我们才能看天气了 这已经到网子最后了 要起网了 哇 到这个时候就要慢慢的收了 不能太快 慢慢的把这个网起下来 现在就是全是要人工了 你看他们大哥收网是很讲究的 就是这个网上来之后 你也怕这个网乱掉吗 就是走一个只字形 左边拉一下 右边拉一下 然后上来之后这个网 就是很整齐的网 然后到最后就是咱们的鱼货 能看出这个只字形吗 这边左边一下 右边一下 对 现在能看见有鱼了 大哥说有鱼了 这现在都是小鱼是吧 大青蟹 哦 这是谁的拉吗 大螃蟹 大青蟹 大青蟹 那么可以到了 大青蟹可以到了 看到了 上面白色的是什么呀 往上抖的这个 这上面都是小鱼小虾是吧 哎呀都抖下去了 至少现在看到的 有一只大青蟹 还有这个免鱼 拉起来了 拉起来看看 大螃蟹 这么大的青蟹 这算多的吗 大哥 今天算多的吗 差不多 差不多 看着我们的观众 全在那 感受这个 收获的喜悦 鱼货上船后 船员们更加忙碌起来 他们马上将海鲜 进行分类 把鱼 虾 蟹 按大小分剪到筐中 一些送到厨房 直接在船上加工制作 还有一些 打好包 让游客下船时 带回家 整个过程 满满的 都是收获的喜悦 这个是蛮鱼 这个蛮鱼 这个小眼睛 这叫什么 小眼睛鱼 太好了 小什么 小眼睛 小眼睛鱼 小眼睛鱼 还有什么 哪个鱼比较好 这是刀鱼 这个刀鱼 这个刀鱼 这个是鲲鱼 这个鲲鱼 鲲鱼 这个鲲鱼 哇 好大一条啊 这鲲鱼好吃吗 好吃 好吃的 这个好吃 这大青线好大呀 这青线现在多少钱一斤 150 150一斤 150一斤 这个是什么鱼啊 豆鱼 这什么鱼 长得有点丑 叫豆鱼 豆腐鱼 我们说了一下 叫豆腐鱼 看 大家看 豆腐鱼 感觉看着就是 晶莹剔透的 有点那种感觉啊 现在哪个鱼比较贵 哪种鱼比较贵 哪种 这种鱼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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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刀鱼贵 刀鱼现在多少钱一斤 刀鱼吗 我们这个刀鱼 刀鱼贵贵吗 那些我十几块 十几块钱一斤 四七 四十 四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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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吗 现在我们这里吗 七八百 七八百一斤 好 那这个就值钱了 给大家看看 给大家看看 这条鱼七八百一斤 这带有好几两 这条鱼就要三百块钱了 对 慢慢就要 三百块钱了 这条鱼两百块 这条鱼一斤两百块 两百块 两百块 好吃吗 肯定是一斤 好吃 我两个去赶紧吃 一块都能吃 赶海时 亲眼看到捕鱼的收获 是非常激动的 在场所有游客 都感到很震撼 觉得感觉怎么样 刚刚跟那一斤 第一次出海捕鱼的经历很棒的 这个是可以的 包括这只块 抓鱼 干线 因为夏天的时候 能比较多 就是这里的海鲜特别好 主要是海鲜头也好 对 刚打捞上来的海鲜 总是带着极致的诱惑 船员们快速清理干净 就将他们送入厨房 吃的就是一个仙子 这就是咱们船上的厨房 能能进一下 咱们今天做 多少人得做多少个菜 今天我们十个很好的 十个菜 得做十个菜 十个人得做十个菜 就是你们这家人头配的 咱们今天这个是 这个黄鱼和豆腐鱼 是准备怎么做呀 知不 红烧 都是红烧 全是红烧啊 红烧 我们在船上做这个船餐 应该是方法比较简单的 对吧 对 我们清蒸和红烧 清蒸或者红烧 保留和提升食材原有的鲜味 就是鱼船上烹制海鲜的 核心技巧 这些刚出水的海鲜 经过简单的烹制 很快 船上就飘出了诱人的香气 看这一桌的海鲜 已经都上桌了 咱准备剁筷子吧 好 来吧来吧 你给我介绍点 都是什么菜 好的 你看这个是清蒸的鰻鱼 鰻鱼 对 清蒸啊 我第一次看到清蒸的鰻鱼 撒一点盐就可以了 什么都不要放 然后就是我们刚刚捕上来的 你看到的那条鱼了 就是它 这是这个事 刚才大哥说小眼睛 对小眼睛的眉桶鱼 眉桶鱼 眉桶鱼的一种 它是小眼睛 但是它要比这个眉桶鱼 大的眉桶鱼贵 这个的价格 按公斤算的话 可能只在大黄鱼之下 它就排第二 因为刚才大哥说是大概200元一斤 对菜场 菜场在卖的话 可能就要卖到将近200块钱 这是刚才那个龙桶鱼 龙桶鱼 龙桶鱼 你们叫豆腐鱼 我们叫豆腐鱼 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学名叫什么 叫小白龙 东海小白龙 东海小白龙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它放汤了 然后就放了一点酱油 葱 什么也不用放 味精都不用放 很鲜 你看就是从海边 现打上来的海鲜 其实不用怎么加工 怎么做的好吃的 对 我们好像少了很多这种味精的钱 你们都开始吃龙桶了 卖到怎么样 好吃啊 这儿 铁鱼 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看的那个红高蟹 哦 这个肯定是个 哇 红高蟹 给大家看看 红高蟹 来来来来吃吃吃吃吃 我把里边动出来啊 哦 哇 满高了都 就这个脚 脚上都已经全是高了 哎呦 看看 这得尝尝了 这个 我先来了啊 这真是刚出水的螃蟹啊 尝尝 这个季节刚刚上了 刚刚上 这个季节是刚刚上了 太鲜了 很鲜美 太鲜了 这绝对跟我在市场买的螃蟹 不是一个味儿 肯定不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 它 我们这个近海的螃蟹 本身就比原海的螃蟹好吃 我感觉市场买上来的螃蟹你还能吃到那个海味儿 这个是没有什么海味儿 纯鲜 真的是 纯鲜味 纯鲜味 真的是 我们现在这个船是不是就已经在开始返航了 对 在返航了 我们拉网 拉上来以后就开始返航 哦 然后我们一边做饭一边吃饭 然后 到了以后 对 到了以后就到了 吃完了 基本上到考案了 这个安排多好 这个形成非常好 非常完美 去的时候是一路玩过去 一路玩过去 一路吃 一路吃回来 这些真凶美味 让唇齿间的鲜味感受 达到顶峰 用江浙一带的话说 真是鲜掉眉毛了 这种一路吃回来的旅程 让游客们赞不绝口 今天这一株海鲜 您最爱吃哪个呀 螃蟹 螃蟹 螃蟹就是说 特别说字蟹是周三最有名的海鲜 而且这么新鲜的说字蟹 只有这种场合才能吃到 只有在船菜上 对 刚补上来的 味道特别有 特别的鲜美 非常好吃 非常好吃 对 这个说字蟹啊 这小鲜鱼啊 都太好了 现打现吃的海鲜 丰富的游乐设施 都为这艘休闲渔船 吸引了源源不断的客流 老板刘丰雷介绍说 他家中的祖辈都是做渔民的 正是休闲渔船的出现 为当地渔业带来了新的生机 像现在我们这个游艇的生意好吗 游艇的生意 可以的还可以的 因为十一的话基本上每天都爆满 像我们这个游艇比如说12个人是承载量12个人对吧 包船是多少钱啊 就是一条船差不多四五千 四五千 然后这是去蛮远的地方 来回要四五个小时 来回要四五个小时 然后三千多块钱来可能就两个小时 然后船上这些游货就归游客自己了 那吃的就吃 吃不了带扫也没问题 对对对对 吃的我们帮你加工 然后吃不了我们打包 那是不是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比如说赶上那种游货比较好的话 基本上鱼的收入就 对对对对 你还在那个船费了 绝对可以 会有这样的情况 特别是那种进鱼期的时候 就我们这边是 就是天气越热它的鱼货越多 哦 进鱼期刚刚是夏天嘛 夏天 然后鱼货就会很多 就是进鱼期这个正经出 鱼船不能出海作业 对对 但是我们的休闲鱼船是可以出去的 是的是的是 哦 进鱼期我们就是有这个优势 哦 也是我们的旺季其实 就是你们的旅游旺季 旅游旺季 就是游客想吃到新鲜的海鲜的话 只能坐我们这种船 对只能坐我们这种船 今天 带山渔业发展出越来越多的业态 刘丹雷作为渔民的后代 转型从事渔业旅游 为家乡增加了不少人气 在带山县还有一批人 他们是当地的鱼嫂 利用自家捕鱼优势 转行做起电商 把渔民打捞的海鲜 在最鲜的状态下送往各地 这其中淋波就是一个典型 我看咱们现在进货 今天这进的什么鱼 这是小黄鱼 小黄鱼 你们这现在装袋 装袋要把它真空包装一下 这样打包出去的话 就是漂亮了 这是今天刚刚下船的吗 对今天刚刚下船的 你看看山很红很红 还有另外的 这就是很新鲜的 很新鲜的 很新鲜的 船早上刚靠岸 咱们就收获了 对 我看这些带鱼 你们在这还分包装 这是要怎么弄 是要单独 单独把它包装起来 这一鱼我们发货 就不会冻在一起了 我们就是取的时候就方便了 今天是进了多少斤的货 带鱼和鲲鱼七八百斤了 就是这一特就小黄鱼很缺的 小黄鱼没有多少 主要是带鱼和鲲鱼七八百斤 是吧 咱们今天收的最大的鱼是什么样 给我们看看 今天收过一条大带鱼 比我人一样高了 差不多和我带鱼 像这么大的带鱼应该是多少钱 我们卖的便宜一点 不知道反正一百多吧 一百多一斤是吧 一百多一斤 跟那种小的应该价格不一样吧 小的价格不一样的 小的多少 小的嘛 四十左右 四十左右 这一百八一斤 一百 这个一会儿要进冷库了 这有吗 当地卖怎么样 就是咱们今天的这个最长的一条了 林波自从2018年开办微商 已经有了固定客户群 这批几百斤的带鱼 应该在三天内就能销售一空 而他家真正的好宝贝 都存在冷库里呢 走吧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林大姐她们家的冷库 里面都什么好东西 哇 好冷呀 冷冷冷冷 这林下多少度啊 今天就是没有多少货了啊 这是 我先给你说一下吧 这是刚才碰的那个蛮鱼 这些全是啊 这些全是 然后这些是 这是鲮鱼 鲮鱼 这是小娘蟹 就是说子蟹的一种 什么叫小娘蟹 小娘蟹就是小姑娘蟹 还没有成为妈妈 就是叫小娘蟹 她看她的肚脐 肚脐越黑越肥 哦 就是它里面有黄 但是 有黄 没有高 对 就是小娘蟹 小姑娘蟹 小姑娘蟹 也很好吃的吧 有长一只是吧 肥肥的 很肥 最肥的 最肥的 相当像这种蟹卖多少钱 这个我们很便宜的 十斤就一百块 十斤一百块 就十块钱一斤呗 对对对 就是小皮 有点小 上一只我们是买两百块一箱 哦 什么蟹 白结虾 竹结虾就是 对竹结虾 白结虾 嗯 就是传动的 传动 什么叫传动 传动呢 就是我们 船上活的 股上来的 它就是在零下 三十度到四十度之间 马上把它 树动起来 就是所做它的 鲜味 一路就是比如说 动着不要解动 到顾客手里 再解动的话 它就是和就是活的新鲜的一样的 就是很美味的 在船上冻好的 嗯 然后再拿到这儿来 它相当于是最新鲜的时候给它冻住了 对 拿到这儿来 然后你们很快地卖到顾客手里 它只要化了洞 它就是 对 接近 等一下我用水把它洗一洗 它就是 很漂亮的 林波说 其实本地人特别认可传动货 因为当地人爱吃海鲜 所以会一次大量买很多冻起来 如果市场上买鲜鱼回家冻起来 吃的时候还要二次解冻 反倒不如传动海鲜更加新鲜 所以冻品是他家更畅销的产品 像现在我们哪个产品卖的时候 你比较好的这个季节 这个季节嘛 是卖鱼米鱼苍鱼 到冬至的话嘛 小眼睛带鱼 去年前年这两年 您这边的大概收入能到 我们几个人 人均收入差不多加进 八万 八万左右 人均八万 您这是好几家 好几家 不是 我们是三个人一起抱团经营的 一个人太累了 这个渔火一个人不行 三个鱼嫂在一起 开这样一个店 然后人均能赚到八万 这就可以了 还可以 像林波这样的鱼嫂 现在带山有很多 由于丈夫常年出海 鱼嫂们承担着家庭重担 随着孩子长大了 他们也在实现自己的价值 开启电商卖海鲜 这种生活上的转变 让他们变得更有自信 现在我们做一些 好像跟时代紧凑的那个东西 所以我们利用自己手头 第一手的货码 做起了微霜 然后就卖起了鱼货 想把我们最好吃 最美味的第一手资料 那个 就是发我我们全国各地 让大家都吃到我们周山的海鲜 戴山县妇联实施的 高素质鱼嫂成长计划 让很多妇嫌在家的鱼嫂 找到了新商机 如今三十多位鱼嫂 实现客户共建 资源共享 将海产品远消到全国各地 他们用实践证明 鱼嫂也可以同样在 鱼业增收上 顶起半边天 因为这对 但是这对 最美味的 什么呀 绝对 这对 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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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释